罗先生的问题,他比较长 我讲讲他的故事 他说他是一个团体的师傅 就是帮一个团体去管理一些财政 所以我相信他都需要比较稳定的 他们就以稳定收息和有增长为主 就不输通胀的 他说现在的现金大概就是800多万 他说有些就想把资金投放入陆债 他就问你,应该投放入陆债 还是投放去公用股收息比较好呢? 是吗?陆债都稳定 但是就会不会其实都未必抽得多呢? 陆债你就如果本身你抽到的话 当然你的回报会几吸引 就像你Ibon那样 始终你本身发行的价格是有些折扣 但是我也觉得你未必会抽得多 如果你说到时候在市场上去买 那以现在的交易来说 你说要跑人通胀就难一点 因为现阶段的通胀都真的挺高 但是当然你说一个很稳定的角度 陆债就没得输了 但是反而你说在买公用股的 你都要小心一点 就是整个环球股市的变化 因为就算公用股多稳定都好 但是当你说一些黑天鹅事件真的出现的 市场上的资金真的要全面避险 要撤离股市的话 公用股都会跌的 就是之前你看看金融海啸 一些很大的股灾的时候 公用股一样是会跌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 之后可能好转回的时候 它们会涨回头 或者就算股灾的时候跌 它们跌幅未必说会真的太大 所以公用股我觉得都可以 某程度上是配置一些的 就不是说完全的 只是买了债 如果在股票上面 譬如一些公用股也好 或者譬如一些电信股 那这些都相对是有个稳定收益 和又相对比较低的股份 你都可以考虑